阿黎被弥谷带往凤九处时,他正在是凤冠。 阿黎从未见过凤九这个模样,他不同于往日的肃静,着了剑干蓝色华服,一条腰带束出隐隐小腰,轻湿脂粉,再戴上精美的凤冠,更显艳丽。 印象中,这种架势阿黎只见过一次,就是在他娘亲与他父亲大婚典礼时。 他小跑过去,对着他的凤九,姐姐赞美道,凤九姐姐好漂亮呀。 阿黎从来没有见过姐姐这么漂亮的样子。 凤九就逗他,怎么,姐姐平时不漂亮吗? 阿黎立即白手表示,不不不,姐姐哪天都好看,只是今天更漂亮了。 凤九被他逗笑,揉着他的脑袋连爱道,鬼灵精。 阿黎又嬉笑着问,不过姐姐,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? 你要嫁给谁吗? 一旁的狐后边,为凤九梳着长发,编道,阿黎,你凤九姐姐明日就要与东华帝君行祭天大典,加入太成功了。 啊,阿黎嘴巴张得,能塞入一颗鸡蛋,结巴着道,姐姐要嫁给东华帝君爷爷,看着狐后的眼睛,改口,叔叔,又改口,哥哥,狐后总算是满意了。 阿黎嘴道,凤九姐姐要嫁给东华帝君哥哥了,看向凤九,什么时候定下的,我怎么不知道。 凤九道,就是前几日定下的呀,后知后觉,嗯? 阿黎,你怎么在这儿? 阿黎道,娘亲带我回来的。 她说,附君近日,宫事繁忙,带我回青秋小住,好让附君专心办公。 凤九眼角抽了抽,真的? 姑姑她,不是因为和姑父吵架了,才带你回来的? 阿黎想了想,离开喜无功时,附君的脸色是有点难看。 但娘亲说,附君只是办公太累了,虚了。 凤九猜测道,你是不是因为回青秋住,就能和姑姑一起睡,都不管姑父是死是活了? 阿黎被点中了心思,有些小雀跃地勾起嘴角,小幅度地点头,又道,但是我没有不管夫君是死是活,临走前,我有让家云好好照顾夫君。 凤九深深地看着阿黎,你,哎,算了,也是姑父自己造孽, 她要是愿意让你和姑姑亲近些,也不至于到现在要家云这个地步。 阿黎不解,凤九姐姐你怎么了? 是觉得家云照顾不好夫君吗? 有小时候被照顾的经验,她觉得家云照顾人还是照顾得很好的。 不,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凤九觉得还是不要解释这么多的好,又将视线挪回到镜面上,调整着头上的凤冠。 胡后忍不住戳了一下阿黎的小脑袋,你个小鬼头,不会说话,就不要惹你姐姐忧心。 又问,饿了吗? 那边桌上有糕点,饿了就去吃吧。 阿黎嗯了一声,小跑过去吃糕点。 大人的世界,她终究是不明白,她明白的只有满口酥软的杏仁糕。 好吃。 凤九对镜调整着凤冠怎么调,怎么不对,她放弃了,抬头看向胡后,问,奶奶,这个凤冠我带是不是太过分? 胡后白白手道,不过分不过分,我们酒儿可是要嫁给东华帝君坐地后的,自然担得起这样的发官。 她亲自上手帮凤九,整理好凤冠,握住凤九的手,齐齐看向铜镜,你看,这不是带好了吗? 多美啊! 铜镜里,倒映着祖孙二人,一个美艳,一个慈祥。 两人面貌肖像,仿佛穿越了时空,透过彼此看到自己。 胡后紧紧握着凤九的手,在她耳边轻轻说道,时间过得真快,你刚出生我将你抱在怀里,给你取名的事,仿佛就发生在最后。 昨天,一不小心,你已亭亭玉立,要出门子,上花轿,嫁做人妻了。 我们青秋的小公主啊,也长大了。 她为孙女理着鬓发,眼里尽是怜爱与不舍。 而凤九看着铜镜里倒映的自己,耳边却响起,再时穿凤冠霞配浅,折眼抓着左右无人的空,与自己单独说的话。 她说,小九,很多话我没有办法在现在跟你说明白,但希望你能明白,东华她是一个很孤独的人,她未曾感受过爱,学不会爱人,所以要去英杰。 我没有办法坐视不管,对我来说,让她先成婚再慢慢去爱上自己的妻子,是一种解决方式。 我承认,为了东华,我算计了你,甚至算计了你爷爷。 你自然可以怪我,甚至不再认我,这些我都设想过了。 我自有我的苦楚,会受,而你,你是清秋地基,未来的女君,看在天定的缘分也好,为了四海八荒的安定也罢。 嫁给她,好好对她,最后让她爱上你,这就是你的责任。 凤九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,她被白旨当作储君教养长大,大师大妃她懂,哲言的话她更懂的。 诚如哲言所言,她是清秋地基,未来的清秋女君,有着自己应丹的责任。 这件事,她拒绝不得,便值得接受,并一往无前,不成功不罢休。 因为凤九要试穿婚服,所以哲言被赶出门外候着。 她还没等到凤九,推开房门,身着喜福惊艳她的模样,倒先等来了她的姑姑。 哲言问她,白旨都告诉你了,现在还想先了太成功的房顶部。 白浅说,不想,还有四哥,让我带话给你,说你威胁他三个哥哥,还有你近段时间惹他不悦地装装见见。 他会在小九行过,几天大典后,与你慢慢算,停了停,他又不到,我会陪着四哥一起算。 哲言无奈地笑起来,我真是被你们这几只狐狸欺负得死死的。 白浅楠楠道,哲言,此法真的可行吗? 哲言一难难,不可行我也没有别的法子了。 白浅问,若失败了呢? 哲言笑了两声,沉道,若失败,多半是个死字。 东华承接天运化时,以一己之力平定天下,他若有时整个四海八荒都不会安宁。 叹了一口气,叙道,这是父神给我们每个人留下的死局,让我们以真情破解,若解不开便死去。 简单又无情,父神的用意真是一目了然。 白浅直言,父神的用意我不懂。 我只担心小九,他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,我不希望他陷入危险中。 哲言道,万事皆有机缘。 小九和东华的缘分比你想象中要深厚,莫要担心了,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 梅伊亚一声拉开,从里走出美丽动人的新娘。 哲言与凤九见了,脸上阴霾一扫而光,染上明媚之色。 哲言真心评价道,好看,真是好看。 白浅一道,自然是好看的,我白家的女儿出嫁,自然会是最美的新娘。 你们都笑话我。 凤九的脸颊不知是因为上妆还是因为羞涩,十分的嫩红可人。 白浅伸出双手,接过凤九递来的两只手,紧紧相握,说,二哥的意思,是我自小将你带大,明日便有我将你送上花轿,陪着你行祭天大典。 又说,若以后东华帝君有什么对你不好的地方,你尽管来喜蜈蚣找姑姑,到时姑姑给你出头。 凤九笑盈盈的英豪,埋进白浅怀里,道,姑姑对我最好了。 胡后则一旁说白浅,都是做太子妃的人了,不要这么莽撞。 哲言看着这一家人,温馨的画面,也很希望时间就与此刻定格永恒。 一日后,青秋所纳生振振,青秋小弟姬出嫁了。 东华本不是一个喜抛头露面的人,对于祭天大典,他的意思就是从简,从简再从简,总之就是从简到白浅想,当场祭出扇子,从简到凤九一大清早起来,迷迷糊糊地坐上花轿,行过祭天礼,等醒过神时,他已经坐在婚房里,等着他的新郎来掀盖头。 祭天大典,原来是这么快就能结束的吗? 他没反应完全,就听到了门推开的声音,平稳的步子,逐步接近,在他面前停下,透过眼前红布,能依稀看到一个轮廓。 他揪着一群,笔尖闻到轻烈的白潭香味。 他盖着盖头,面前站着的是他的夫君,东华帝君。 凤冠侠配,许的是王侯尊座。 十里红装,聘的是贤良淑德。 大家闺秀,嫁的是千金之子。 明媚正取,取的是规格金之。 他与他是天作之和,命定之缘。 没有人敢指教东华帝君入新房,掀盖头的规矩,他自己就是规矩。 而这位规矩,也没有像别的狼君一样,或是以如意称挑开新娘的盖头,或是双手,缓缓掀开新娘的盖头,而是干净利落地扯下新娘的盖头。 虽然这个扯下的动作,依旧十分温柔。 暖黄的烛火照亮这一世喜红,新娘伴随着盖头扯落的动作,缓缓抬起头,东华透过凤冠上垂下的刘珠串,看到他澄澈明镜的眼睛,看到他额间一朵艳红的凤与花胎祭祀欲展的凤铃,看清他那张美丽又带着些许稚气的脸。 连颂没有骗他,他确实是个美人,所谓一眼穿过万年,万年也就等这一眼。 东华感觉他那颗许久许久等待着什么的心,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归宿。 他竟生出了些许庆幸,庆幸在余下这一点残生里,还有机会能见到他。 这就是见到与自己有天定姻缘之人会产生的感觉吗? 东华想不到答案,这个问题从来就不会有答案。 回顾这几万年,东华发现他好似真的没和这位清秋小地基有过什么交集。 他没有去喝过他生辰酒,也一直没有机会在某一场宴会,某一个正式的场合里与他相识。 他和他的缘分似乎不浅。 他封印了渺落,他就出生了,他这近几千年喜欢出门走动, 他也常借着私命新军座撬板到这九重天上玩耍。 他有时能远远看见一抹红色倩影,与九重天的宿景淡雅格格不入, 他问那是谁,别人就告诉他那是清秋的小弟基凤九殿下。 他和他的缘分似乎又不深,寒山真人不算他,与他有命定姻缘。 可这几万年里,他甚至没有认认真真看清楚过他的脸。 故正经算下来,他竟只见过他两面,一次是在两日前的秦瑶山禁地, 他自苗落手中将他救下,一次即是现下,他们已行过祭天礼节做连礼。 而在凤九这边,其实也是一样,虽说自小听着东华帝君的故事长大, 但实际上他与东华不过匆匆两眼。 不管在书里抑或现实中,凤九时的的东华都是紫衣白发封神俊朗的模样, 如今他一身红衣喜服就这么站在自己面前,凤九又看出了不一样的味道。 他心想,不管穿什么颜色东华帝君都好英俊啊, 可是帝君怎么这样看着我? 也不说话,难道是我今日不好看吗? 他耐不住性子,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, 帝君,你这么这样看我,是凤九哪里做得不好吗? 他没有听过他说话,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调调, 声音像三月春雨般好听。 他低垂了眸子,道,不,你很好。 又问,你,今年多大了? 什么?凤九呆呆地眨着眼睛。 东华又很慢地重复道,本君问你,你今年多大了? 要说一个男子这么直白地问一个女子的年龄时是一件极度失礼的事。 若有人敢问凤九这种话,此时陶铸剑已经架到那人脖子上了。 但如果这个人是帝君的话,他倒觉得没什么。 他大大方方地回道,过了今年九月,凤九就满三万岁了。 东华道,你今年才三万岁吗? 他纠正她,是过了今年九月才满三万岁。 担心帝君嫌他幼稚,又不到,帝君,三万岁对于狐狸来说虽然还小了点,但我心智很成熟的。 爷爷也说过,我满三万岁时就可以继任东方的军位了。 所以,你不要觉得有什么? 东华笑了声,怎么,你很担心本君会嫌你年纪太小吗? 屈下身,凑近他,问,今日你我行迹天理,以为夫妻,你可知新婚夫妇之间要做什么? 知道啊。 他双手一合,无比认真地说道,新郎要掀了新娘的盖头,然后喝浇杯酒,再躺到床上,把灯灭了。 然后,就是第二天早上啊,他左顾右盼,疑惑地道,咦,酒呢? 酒在哪儿? 东华扣住了凤酒双肩,组了他寻酒的动作,凝视着他,梁酒问道,你从哪知道这些的? 凤酒含糊地回道,书呀。 学着学堂夫子的语气说道,你看啊,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里边什么都会有。 东华说,我觉得你看的书缺了几页,凤酒不一,是姑姑给我的书,怎么可能缺页? 想了想,就是姑姑给的书,也难保,不是残本,又好奇地问,那帝君知道是缺了哪几页,哪些内容吗? 东华的目光有些深忧,现在不能告诉你。 凤酒还是想找酒,东华对他道,天族的婚嫁礼仪中没有喝浇杯酒这一环。 勾起他的下巴,认真听我说。 他叙叙道,你我今日行过礼,以为夫妻。 你即是我的地后,这太成功,除了西乡尽头的雪子格外,可随意玩耍。 你年纪上小,有些事我们不必做。 若你闲闷,可以尽情去找你的朋友玩,不必再留在我身边虚度年华。 末了,他问,可听明白了。 凤酒喃喃地嗡了声。 东华道,重复一次。 凤酒掰着指头,喃喃道,雪子格不能去,还有。 可以了。 东华道。 东华觉得,只要他记住最重要的,其他的他已然觉得无所谓。 夜深了,早点睡吧。 他说,爸,仰首昔了一室烛火,行过祭天礼的新婚之夜,当是夫妻远访的时刻。 但东华不会对凤酒做什么,不仅是因为他小,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值得拥有幸福的人,如连颂说的,他不能复他。 但他也不能离开,这等于不尊重他,更是给青秋难堪。 所以,他只能留在这里,将床留给凤酒,将窗边能触到月光的位置,留给自己。 凤酒坠入了一片黑暗中,窗外的月光只洒落在窗台,落不到视力。 他能听到东华发出了很沉重的呼吸声,白潭香味温柔地包裹住他。 他想说些什么,冥冥中能感觉到今夜不该是这么发展的,却又说不出来个所以然。 他就一直坐在床边,揪着一截衣袖,慢慢地,他一闭上了眼睛,头往床柱边一歪一靠,睡着了。 凤酒醒过来的时候,帝君已不在房中,日光穿过窗帘,打落一个短短的影子。 由小仙娥进来给凤酒梳妆,拿着木书顺过她的长发,一边介绍自己,娘娘陈安。 奴婢名换木蜂蝶,是丛林大人钦点给您的近身侍女,以后便由我照顾您的饮食起居。 娘娘! 凤酒皱眉。 他并不是很喜欢这个称呼,在青秋大家都叫他小殿下,他习惯了。 木蜂蝶立刻道,您嫁给帝君,我们自当尊称,您为帝后娘娘。 但若您不习惯,丛林仙官也有交代,让我们唤您殿下。 凤酒道,你还是叫我殿下吧,我听着比较习惯。 对着铜镜,朝木蜂蝶笑了笑,拍了拍她的手背,又道,我在青秋长大,青秋的礼数不如九重天上的多,虽然我不知丛林仙官是怎么跟你说的,但你在我这里不必这么举手,放轻松。 木蜂蝶一朝他笑起,道,是,殿下。 凤酒的视线又落到桌上的凤冠上,这个凤冠他不会带也不会摘,在青秋上叫前,是他姥姥替他带上的,昨晚他睡着前没有将他摘下来,今早醒过来时,竟发现他已安稳置于桌上。 昨晚房中只有他和帝君两个人,如不是他,那便是帝君替他摘下来的。 帝君,竟也会这么温柔,殿下是在思念帝君吗? 木蜂蝶的声音突然响起,凤酒说,你怎么知道? 又突然改口,不对不对,我才没有思念帝君。 我就是,就是,一下子想不到为自己掩饰的理由。 木蜂蝶轻轻笑道,殿下不必骗奴婢,殿下眼睛干净,藏不住秘密。 其实殿下很快就能见到帝君了,今日女娲宫女时前来拜见帝君,等奴婢替殿下更好仪,就带殿下过去。 凤酒回头看他,惊呼道,你说什么? 女娲宫的女史来了。 木蜂蝶拿着一只发簪,有些不知所措,是呀,女娲宫的紫堂女史已经来了,快一个时辰了。 凤酒的脸刷一下就白了,连带着声音都有些发颤地道,木蜂蝶,我是不是一定要去见她? 你可不可以,当我还没睡醒,这事就这么过去。 木蜂蝶有些无奈,可是,就是帝君命奴婢来叫殿下起来的,而且紫堂女史说,一定要拜见过帝后娘娘才肯离去的。 殿下,你若不去,这不好。 知道了。 凤酒放弃了,摆了摆手,消沉道,你继续吧。 木蜂蝶担忧道,殿下,你没事吧? 凤酒嘴上道,没事,怎么会有事? 心中却喊着,有事有事,有大事。 凤酒魂号,青秋大魔王,自诩天不怕的不怕,调皮捣蛋的十八般武艺面面俱到, 一两万岁时,甚至敢跟西天犯境的佛陀教板,可谓是无法无天,无祸不敢闯。 要说,能将这位大魔王制服的,除了他爹自小抽他抽到大的鞭子外,也就是蛇了。 他小的时候,走夜路不小心掉进了蛇窝里,落下了爬黑爬蛇的心理障碍, 平日里,见个小蛇还好说,若是见到,身比他粗,立起来,比他高的蛇, 他不说,当场晕倒,也能被下爹走个动道。 因着出门在外,他要维护着青秋的面子,所以极少跟他人说自己这个毛病。 但好死不死,女娲娘娘乃是人身蛇尾的大神, 她宫中的女史,皆是青一色的美女蛇。 被沐风蝶领至前殿的路上,凤九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, 同自己说道,就是见个小小女蛇而已,全当是给女娲娘娘面子, 不用害怕,大不了不看她就好。 自己是青秋地基,现在还多了个地厚的身份,不能被别人看了笑话去。 然而,纵使她做了一路的心理建设,再看到子堂后仍是溃败的一塌糊涂。 女娲宫的女史,确然都是美女蛇,子堂女史乍一看,美丽清秀,不染凡尘, 仔细一瞧,就是个有灵有脚,真身为然的主。 凤九顿时不敢动了,而且沐风蝶已然退下,她甚至连个依靠都没了。 小凤心里苦啊。 东华看见她来,却见她久久不再抬一步,便问,不过来吗? 朝她招手,过来。 就来,就来。 凤九回应着,拿出了一种壮士一去稀不复缓的负死劲,目不斜视地看着帝君,直直走来,挨着帝君坐下。 子堂朝她行礼,女娲宫女史子堂参见帝后娘娘。 免礼。 凤九在桌上装作一派端庄大气,心脏却砰砰直跳。 她实则不敢看子堂,却要爱着李树与她对视,明明子堂也是名目好齿一美人,可凤九却总觉得她下一刻就要露出树桶和尖牙。 直到隐于桌下的手胡乱地抓住什么柔软的物实紧紧握住后,凤九的心才稍微有了一点安全感。 子堂看了她一会,道,帝君和帝后,真是感情颇深,情意绵绵。 是吗? 哪有? 凤九早已被她看得心里发毛,此刻也只有胡乱地硬着,后头跟一串干巴巴的笑。 一旁的东华,举着一个十分慵懒的坐姿,把玩着小茶杯,道,派陈公和女娲宫一向两向不扰,女娲宫今日为何突然派女史前来? 看向子堂,眼中透露着几分寒意,还是女娲宫忘记了,昨日是本君与帝后的寄天大典。 子堂汉首,道,帝君赎罪。 女娲宫生至今日,着实不该打扰帝君帝后,只是当日折颜上神与寒山真人补算帝君姻缘时,确实避开了女娲娘娘,如今帝君大婚,有些事这时要确定一下。 不然,即是整个女娲宫的失职。 东华问,你想知道的如今可有答案。 子堂抬头,看着东华的眼睛,道,是。 已经有很明确的答案了。 在他眼中,帝后自来时起,视线就没有离开过帝君一刻,而帝君也始终握着帝后的手,未有半分放松。 虽说,这两人的结合,确然有些快且难以言明,但爱情又何时是能解释得清的。 帝君帝后情深如此,若女娲宫再有所怀疑与试探,就是不敬了。 他起身作衣,道,子堂代表女娲宫,祝愿帝君帝后永结同心,百年好合。 帝君,帝后,子堂告退,东华抬手,换了两个小仙鹅送子堂离开。 直到看到,子堂已经出了太臣公公门,他才拍了拍凤九的肩膀,说道,他已经走了。 凤九自身思陷入那段黑暗,回忆里醒来,有些后怕的四下观望,确定子堂已经不在了,甚至连气息都散了,这才常常舒出一口气,放松下来。 太可怕了,他真的受不了和一条蛇共处一时,还靠他靠得那么紧,哪怕这条蛇已然化作美丽的女仙,他也还是受不了这等折磨。 东华看着凤九这副模样,试探道,小白,你和女娲宫有过节吗? 凤九愣了下,指着自己,帝君你叫我小白。 东华问,有什么问题吗? 凤九姗姗道,不是,只是从未有人这样叫过我,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 东华凝视着他,沉声道,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,你是不是和女娲宫有过节? 凤九匹道,没有呀。 东华又问,那你是不是怕蛇? 听到蛇这个字的时候,凤九本能地抖了一下,这个时候,东华已经确定下答案了。 只是凤九仍然十分逞强地笑起来,并说,怎么可能呢? 我堂堂清秋地基怎么可能怕蛇,帝君你不要想太多。 哦,是吗? 他将手抬到与视线平起的角度,问他,那为什么你的手这么凉? 凤九见自己的手,与帝君的手,竟然紧紧扣握住,惊觉原来方才胡乱抓住的柔软物实,竟是帝君的手。 他的心一下提起,放开了手,帝君却没有放。 帝君你累吗? 你要不要先放一放手? 哈? 他提出要求,帝君竟然真的照做了。 凤九迅速地将自己的手收回来,又瞥见帝君那只修长白皙的手上,被他捏出了个红红的印子,顿时生出愧疚心,想要礼貌地道个歉,肚子却不争气地叫起来。 咕噜,咕噜。 新娘上教前,一晚开始进食,凤九她还只是只须碎,三万岁的幼虎,这一天一夜水米不尽, 此刻是真的饿了。 他看着东华,东华看着他,贴心地说,你若是饿了,可先回房,我让丛林给你摆上一桌吃食。 好,好啊。 此刻气氛甚至尴尬,凤九觉得线下还是尽快离去得好,给帝君赔礼道歉的时,可以改日在意。 他走得急,起来时还踉跄了一下,刚走了两三步,东华就叫住他。 凤九停下,问,帝君还有事吗? 他背对着他,他看不到他的表情,只听见他掷地有声道,本君想告诉你,太陈宫里不会有蛇,你大可安心。 凤九有时候想不通帝君为什么会突然说些他听不懂的话,但得帝君亲口确定太陈宫不会有蛇后,他又安心了很多。 他方才确实有在担心,帝君饲养灵宠众多,其中会不会有蛇类。 而一旁默默捶手助力的丛林已经开始盘算,如何将灵宠员那几条灵灰仙蟒悄无声息地送走。 很快,太陈宫就会真的没有一条蛇了。 子唐回女蛙宫时,正见寒山真人副手助力在殿前的滑表之旁。 他并不意外,不紧不慢地走到他跟前,问,等多久了? 寒山道,从你离开女蛙宫,那刻起我就在这里等你。 子唐玩耳一笑,那真是等很久了呢? 寒山举手过顶,活动着僵硬的骨头,便问,如何? 看到你想看到的了吗? 子唐汉手,道,如真人所言,帝君帝后,十分恩爱,情意绵绵。 停了停,又道,此事,我会如实禀报给女蛙娘娘,其中过错子唐,也会一力承担,真人不必担心。 寒山微醋梅雨,你觉得我在意这些? 子唐就做疑惑状,真人不在意吗? 子唐公然污蔑真人,与折言上神案通款曲,向女蛙娘娘请令去太成功验证帝后,是否有情。 又盈盈笑起,如今道好,因我这莽撞之举,整个女蛙宫都触到了太成功的眉头。 东华帝君,虽不是自诛必较,也说不上多宽宏大量,若我不主动承担责任领罚,女蛙宫难以太平。 他说得轻巧,若不是知情怕不会猜到,他所谓的主动承担责任领罚,可就是几万年修为一朝散,被活活打回原形的下场。 冒犯东华帝君,这个罪过太大了,你就不能扶个软吗? 寒山说得落寞,你若是肯向我扶软,此事就这么过去了。 女蛙娘娘那么喜欢你,就是罚顶多,也就做个样子,也算是给太成功一个交代。 帝君还不至于要了你的命,你着实不必做到如此。 子唐笑着摇头,可这不是扶个软就能解决的事。 子唐竟然敢请命拿着女蛙宫的名头出去行事,如今惹了祸,就该承担后果。 而真人也有自己的威严和底线,如果今日的子唐有错无法,开了这个头,那来日谁都来怀疑真人一下,真人又如何在仙神之中立足。 他停了下,弟妹含笑道,虽然这本来就是真人做得不好,若真人将帝君帝后姻缘补算结果说出来,我也不必怀疑你。 毕竟认识真人几万年来,还是第一次见真人,怎么都不肯说出补算结果,真的很让人起心呀。 韩山雅声道,我继司长补算先神姻缘之职,窥探天机,自然要承担泄露天机的后果。 什么该说什么,不该说我心里有数,你着实不该怀疑我。 紫唐一道,毕竟那姻缘算的可是东华帝君,若有差,就是整个女娲宫的过错,女娲宫将就此为天族诟病,信誉全无。 他朝着金碧辉煌的宫羽看去,视线落到大气,从容地写着女娲宫三字的匾额上,满眼柔情。 这里是我的家,我不希望我的家和我的家人出事,我只希望一切都是平静的,不会有波澜,不会出意外。 蛇修炼成的仙总是敏感多疑的,真人,我不是要故意怀疑你的,你不要怪我。 韩山轻轻叹息了一声,我怎么会怪你呢? 你们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,我当然知道你们有多在意女娲宫。 又叹了一声,可你们太乖巧了,永远不明白,若任何事都按就职处理,一板一眼地,做随不生风波,却会少了许多感情。 他心里生出了许多情愫,滴滴道,早知如此,我该好好教导你,也不至于有今日。 真人可以好好骄银红,我走了以后,取代我的大概就是他了。 紫棠是个爱笑的仙,哪怕下一步就要朝着死亡走去,此刻的他也能依旧笑着,伸手揉开寒山眉间的穿字,叮咛道,真人不要总皱眉,也别总叹气,你已经大过我们大十几万岁了,尝这般哀声叹气的,银红那丫头又心直嘴快,必然要带着其他的姊妹成日嫌你老。 届时,我可管不住他了,你该骂就骂,别让他欺负了你。 说吧,他朝后退了一步,行上一礼,好了,真人,紫棠去了。 寒山被过手去,白手道,去吧,我在这在吹灰风。 紫棠道,山高风凉,真人多保重。 喃喃重复着,万事多保重。 紫棠一步一步走得极慢,仿佛是用尽了全身去记住这条他走过了无数次的,走到尽头便是家的长街。 寒山始终没有回头,他司长先者姻缘十几万年,最是明白,一个道理,有些人的缘分就那么多,近了就是近了,不是回头就可以挽留的。 而帝君和帝后的缘分,他一凝眉,照出一卷册,抖开,册上赫赫书写的,乃是他当日不算出东华帝君有何姻缘的结果。 帝君的名字,牵出一条红线与青秋小帝基的名字相连,而小帝基的名字又牵出一条黑线与魔尊渺络的名字相连。 两个人的姻缘却牵扯出第三个人,这就是寒山不敢倾泻天机的原因,就连哲言上神也被他蒙在鼓里。 姿势体大,寒山不敢妄为,又不敢任其发展,眼看着册上牵连帝君地后的红线一点一点地收紧,他想他该在一个好日子前去拜会东华帝君。 寒天礼又过了两三日后,哲言带着阿黎上了一趟,一十三天,名头是新得了苏默叶制的一批茶叶,打包几份,送给帝君。 带上阿黎,全然是因为他在桃林吵着要见凤九姐姐,吵得哲言不安生。 白浅在寒天礼后,又回了青秋,叶华那小子,当即瞎青秋哄人去了。 你说他哄人,也就哄吧,哄着哄着这两口子,就起起不见了人影, 阿黎就这样被他们落在了我十里讨林处。 我倒也不是养不起一个孩子,就是阿黎这小鬼头城日里闹腾我,我实在受不了,就带他上来了。 哲言一面叙叙叨叨,见东华一直专心,看着我手中,一直信奸,便问,你手里是什么? 东华说,寒山真人递来拜帖,说过几日要来拜会,我和小白。 哲言有些意外,寒山,他不是个清心寡欲, 几万年,不出一趟门的主吗? 连我去找他都要亲自登上女挖宫一趟,他竟然主动说,要来看你,真是稀奇。 他接过东华递来的信看罢,又见东华的表情有些意思, 编道,看你这样子,你好似很不喜欢寒山来看你。 东华单手之头,道,女挖宫的人前两天,刚来过一个,过两天又要来一个。 本军看,他们好似很关注我的家事。 崇林漆好了,哲言送来的新茶,给他们端上来,两盏必服春,茶香鸟鸟。 哲言拿来,靠近自己的那一盏,吹着茶面上的热气,道, 女挖公司长仙神姻缘,你又是赫赫的天地公主,对你的姻缘上心一点也属正常的。 你也别那么小气,就当太成功,最近是多了些访客吧。 抿了一口茶,赞叹了声,招呼道,苏莫叶,这茶是真的不错,你快试试。 东华只看着他,问,你今日真的是来给本军送茶叶的? 不是,哲言也不打算和东华说雅弥,直言,今日有两件事。 一是踢青丘那一栋狐狸来看看你有没有好好对待凤九。 东华道,凤九被阿黎谦走出去玩了,一时半会回不来。 又问,第二件事呢? 哲言答道,带我去看你的花珠。 花珠是指什么,两人心里皆有数。 东华将视线错开,假装去看碧芙春茶的茶色如何。 给我一个理由。 他道,哲言严肃道,二十几万年的交情了,就是你在淡然,在无畏生死,也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。 顿了顿,叙道,你就是要死也得让我有点准备,不然我怎么给你操办身后事。 东华去了他一眼,捧弃他那盏碧芙春饮了一口,放下,应道,好,依你。 太陈宫内院,西乡尽头有一小革命雪子阁,此为东华帝君的禁地,连崇林仙观也不允许被进入。 葛中空无一物,围摆了一张长案,案上供着一块紫水晶,水晶里封了一株佛林,枯枝上止于一片花瓣摇摇欲坠。 哲言跨过门槛时,吸入了好大一口灰尘,边往里走边咳嗽,可到没有气力时,挣扎着说出一句,东华,你就从来不打扫这里吗? 东华显宴道,是你自己要来的。他合上门,将光明隔绝在门外,转手画出一只光球,漂浮在上空,将黑暗的小格照亮。 哲言又感叹道,太成功,太成功,没想到你这连名字都充满光明意味的宫殿里,也会有这么阴阴森森的地方。 阴森与死亡相合,哲言倒是能明白,为什么东华将自己的花摆在这里。 东华解释道,光中有暗,太极轮转,吉阳当生少阴。 瞥了哲言一眼,罢了,说了你也不懂。 哲言辩驳道,什么我不懂,赴神的道法课你以为我没上吗? 见东华没有答话,把逃课的明明是你这句话咽回到肚子里。 他低深看着紫水晶里的佛灵,想到白纸的白信才落了一半,便与胡后结合, 自己那株桃妖也是落的,还剩一朵花苞时遇到了白真。 与心上人互相爱上的那一刻,父神赠予的花珠便会自焚,最后化作虚无。 所谓情一生,死局破,哲言当真,没有想过有一天,自己这些同窗好友中, 真的会有一人将死在这个死局里。 二十余万年,东华他竟真的没有遇到过一个值得,让他动心的人。 哲言真的想象不到,他是怎么寂寞的,活到现在。 哲言呼道,东华,你觉得凤酒如何? 东华默了一会,达菲索问,我没有碰他。 哲言道,我不是想问这个。 东华道,你会问到这个的。 自顾自地说,小白是个好女孩,连颂说的,我不能服她。 哲言有点生气,咬着后牙四处一句,东华,有时候和你说话真的很累。 东华依然平静道,等我死了,你去昆仑须找一趟墨渊, 就说东华帝君把妙遗渊托付给他,他知道是什么意思。 然后,把小白带回青秋,太成功,不适合他,让他回到他喜欢的地方,自由地生长。 哲言冷笑一声,道,这是怎么了,东华帝君,你是在跟我交代遗言吗? 未曾想东华,竟真的点了下头,说,你可以这么理解。 哲言当,真是生气了,先有的朝东华之后道,你能不能不要总这样? 你能不能稍微在乎一下身边的人? 连遗言都准备好了,你是真的将生死置之度外。 好啊,挺好啊。 你倒是有这种觉悟,那你让我怎样,又让凤九怎样,你这个人真是。 东华做了个晋升的动作,仰手熄灭了光源。 两人没入黑暗中,依稀听到一阵脚步声正远远向这个方向靠近。 他们听到一个轻柔的女生说,不是说要出去玩吗? 怎么又回,这太成功了。 这是凤九的声音。 又听见一个嫩嫩的声音说道,因为这九重天我都玩腻了,想了想,东华哥哥的太成功,我还从来没有机会来玩过。 不用想就知道这是阿黎。 阿黎牵着凤九,去往太成功外玩,玩着玩着,竟然又把他牵回了太成功。 凤九来太成功也没几日,对各处还不熟悉,但东华许,他除雪子格外,随意出入,他便让阿黎也随意地走。 未曾想,阿黎竟牵着他七拐八拐地拐进了西乡,还十分兴奋地往尽头去。 他有些后悔了,说,阿黎,我们还是回去,这里来来去去都是空房间,不好玩的。 建议道,不如我带你去以杏园,那里有杏子,我们可以摘杏子吃。 小男孩探索精神上来了,不是轻易能被熄灭热情的。 阿黎拒绝道,不要。 三爷爷教过阿黎越隐秘的地方,就越容易藏财宝,阿黎要进去探险。 说着,还加快了脚步。 凤九提着裙子,有些追不上他,直到,你慢点,别走那么快,我要摔倒了。 阿黎道,姐姐,你还没告诉阿黎,为什么都过了几天大典,你还穿着婚服。 凤九无奈地笑笑,反问道,你没发现我身上这套和在青秋时穿的那套有点不一样吗? 因两套婚服都是一般的华丽,所以阿黎一开始并没有看出区别,如今被凤九提起。 他停下来,仔仔细细看了会,捏着下巴低声道,领子不一样了,袖子也有点不同,花纹的颜色变了。 下结论,真的是两套不一样的衣服。 又产生了新的疑问,姐姐,你为什么会有两套婚服? 凤九伸出两根手指,更无奈道,不是两套,是两百套。 阿黎惊呼,两百套。 我没听错吧? 凤九叹了一口气,道,你没有听错,就是两百套。 阿黎问,为什么? 凤九颓然道,大概是因为我比较惨,别人都是先算婚宴日子,再往前推出祭天礼日子,而我偏是先定计天礼日子,再补算婚宴日子,过而前后,相隔了大半年。 帝君又才大气粗,让我一日一套婚服试着,使出最适合自己的那套婚服,在大婚宴时穿。 所以,我就有两百套婚服了。 初听到崇林说有两百套婚服等着他试时,他也阿黎一样震惊,如今已经看淡了。 毕竟一日一套,婚服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,既然能做下来,那这颗心必然也是坚强了很多。 东华哥哥真是有钱。 阿黎喃喃自语,回头正瞧见雪自格的牌匾,兴奋地指着问道,凤九姐姐这是哪儿,我可以进去吗? 不可以。 凤九当场拒绝,他未想到阿黎的绞成这么快,静一下子走到了雪自格。 其实这也是他第一次来雪自格,看着那张牌匾,他也有着想进去看一看的冲动,但想到不进入这里是帝君队自己唯一的约束,他还是忍住了。 他闭了闭眼,反手扣住阿黎的腕子,跟他说,这里不能进去,我们走吧。 阿黎不肯,姐姐你不是说太成功,你可以随意出入吗? 凤九直言,唯独这里不行。 这更引起阿黎的好奇心了,死拽着凤九不肯走,边说,我不。 姐姐你就让我进去看看吧,就看一眼,东华帝君不会发现的。 不可以。 快跟我走。 阿黎还是不够凤九力气大,拉扯了一会,就被凤九拖走了。 他边走,还边留恋地说着,姐姐你就让我进去看看吧,我真的好奇。 而凤九也是一路说着,不准那么好奇,快点出去。 这才把阿黎这个小鬼头拖出西乡。 待听着姐弟两人的脚步声,见走远之无时,雪自隔中,折眼抖开扇子一转,画出一束火苗,刚好能照清两个人的脸。 他说,凤九真是听你的。 从前他养在十里桃林时,我越不让他去的地方,他就越要去,害得我在自家地盘上兜下了好几个姐姐,就为组这个小魔王。 东华道,我不知你,但小白在我这一直都很好。 停了会,又道,他那么好,你着实不该叫他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浪费时间。 折眼道,你这样的人? 什么人? 将死之人吗? 东华没有回答,也没有否认。 折眼这一次没有生气,方才置身于黑暗中时,他想了很多事情,他想自己是不是太过着急了,有些事情还远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糟糕。 在听到凤九遵守与东华的约定没有进雪自隔时,他突然想明白一件事,因缘可以由天定,情爱两生,却是需要时间慢慢培养的。 他应该给他们时间,顺其自然的发展也是需要时间的。 他道,东华,你是不是觉得我费尽心思将凤九送到你身边,是在可怜你? 东华依旧没有说话,眼神却在说着肯定。 折眼笑了,直径吸了火光,黑暗中回响着他的声音,东华,你自诩聪明,但唯独这件事你猜错了。 而且,是大错特错,我将凤九送到你身边,才不是你以为的那种理由。 他说话间,一走到门前,话音落实,豁然拉开两扇门。 一道白日天光,照入雪自隔,在地上画出光明的颜色,光亮落在东华身上,打出一个奇长的影子。 东华眯起眼睛,看到折眼沐浴在晨光之下,面朝他,逆着光,一字一顿对他说道, 我不过是想,让你在这寂寞空无的残生里,能切实感受到一次温暖,莫要空活了这一场。 东华道,那本君是不是该好好感谢你,在为了不辜负你的苦心,试着去爱上他? 折眼含着笑意,学着他的语气说道,你可以这么理解。